今天就来到信义学堂,来说一下一个,我觉得应该,我挺有兴趣的一个课题啊,因为说到的两位的主角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人物,很多朋友都说,老师,你来台湾,怎么不说一下山山,不说一下北条,不说武田,是时候了吧,那样感觉,然后我就说,有啊,在信义学堂那一场, 然后,但是有人就跟我说,哎,为什么,三千姓,我可以理解,哎,武田去哪,我想问一下这里,在座的各位,听过这两位,呃,战国武将的朋友进去说,哦,哦,哦,因为,书法师跟我说,老师,有可能他们在座的一些朋友是没听说过这两个人的,要重新的跟他介绍一下会比较好,我就说,好,没问题, 我尽量的去,呃,简单的去介绍一下,但是看起来,应该可以想到这问题啊,这问题应该不大,然后,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是不是武田呢?为什么是这两位,如果说上上的话,应该是武田,对吧? 有没有人觉得应该,我谈的话,应该是武田,对上上的几句手?哦,没所谓,还是说,都看怎么扯,这意思,对吧? 其实呢,呃,当然这个讲座里面,还有不同的,呃,也是我的好朋友,呃,月强跟吴老师,也会在接下来的一个讲座里面,会谈到不同的三个武将,而这两位我是挺,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比较想说的是他们俩的多于武田跟上山,因为,这两位的对决,其实很多人并没有特别的去看待, 或者说,从中的那个,有什么教训可以给我们现代人,也是一个很少人会谈到的问题,因此呢,我就特意的选了这两个,而且,说实话,问到这两位,比如说,那个对于我们现代人歧视,有什么样的一个教训的时候,呃,我昨天跟我,呃,我非常的专精的一位学者,胡川恩博士,谈到我今天要谈这两个事情,他都跟我说,这个是属于一个实用性的历史的,那个的,那个的, 讲话,对吧,一个人分享,因为历史是应该有些贡献的,不应该只是在谈,一些所谓的英雄故事,然后就,呃,大家觉得很美,呃,很浪漫,很那个,很帅,然后就我们也是,这样让他们一种意义,我应该谈一些,怎么样让历史变成一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养分,是一个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对吧,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有一些时候,当我们谈到历史人物,他的那个,对于现代的, 那些人的,呃,帮助的时候,不,难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不度的,去把这个事情简单化,或者说,因为我也要方便大家理解,可能把一些不是事实的问题,然后就,把它,好说嘛,好理解,然后就把它给解释出来,或者把它给用一下,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好,应该,尽可能,把事实, 我们的历史正常,跟现在的那种启示,给大家在一起,而不是为了要让大家好理解,然后呢,就歪曲,或者说把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拿出来,我相信,如果我说一些传说,说一些,可能是后世的人, 杜撰的,就是那个,可能编撰出来的,说出来的,或者说他们想象出来的事情,来说给大家听的话,最后可能大家知道之后,可能觉得,就是一个说故事而已,没什么好啊。 这,我的专业是在日本研究,那个,日本的中,日本的中史史,战末史,西为主要的,我们的研究里面,都是以那个史料,对吧,以一个历史真相为前提,不会因为为了,这个部分空白了,我们随便找一些能塞进去的东西,塞进去,不管它这么真实,这个是,我违反了我们的原则,因此呢,我今天讲过,有可能有很多部分, 并不是大家经常听到,有些部分可能说,哎,老师为什么不提那个,我经常听到那个故事,是不是你不懂,是不是你在日本随意不经,对吧,我来教你一下吧,这样子,待会有温答环节,你可以教我一下,但是我相信,应该,我做这个PPT的时候,做了不少的调查,应该安全,吧,OK。 好,那,首先这两位的人物,我相信不用我特别介绍了,大家刚才已经非常多朋友在举手,说听过,今天我们用一个企业角度,他们两位,既是武士,也是一个领导人,是一个,可以说是领袖,是一个,组长一个家族, 主,组长一个王国,兴衰的一个领导人物,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兴起,然后怎么样,最后仅仅是火拼,在关东的平原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有了解,当然千辛,据说,我只是据说,据说而已,我听说朋友说,在台湾,上山粉比较多,在大陆,武田粉比较多,武田粉比较多。 这样跟我说,那后来我发现,通过脸书,通过一些的社交网络,通过一些的网络平台,我发现好像,台湾的朋友其实喜欢武田多一些些的感觉。 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了很多文章,武田的那个点击率,我在我的文章里面,特别特别的多人厉害。 我写了那些,我跟我的团队,写了那些的文章,点击率,估计之后,六成到七成左右。 怎么回事? 诶,难道我敢骗我? 还说,大家对于上千辛的那个,印象,就是她。 她是异战,她是那个很神,她是很有义气的,她打,打仗会送别人言,对吧? 听过这个故事吧? 有听过吧? 没有听过,请记住。 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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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上千辛跟武田的金钱打仗,然后说金钱因为缺炎,很麻烦。 然后呢,就那个,上千辛就说,啊,你缺炎。 我跟你对公平的竞争,你缺东西我要给你,所以我就送你炎。 这故事。 还有义气,哇塞,简直是一个打仗跟那个浪漫主义的那种感觉。 不好意思,这是假的。 根本没有办法证实这个事情。 而且,那个缺炎的事情,并不需要要求。 上千辛说,喂,我跟你打仗,你是我点言,公平地争一些,好不好?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可能,这个,这位哥哥,他个人很多传说,很多美谈。 但是他的,作为一个经营者,作为一个管理的人,他又是第二个怎样的人? 大家知道吗? 他是一个好的老板吗? 他是一个变态的老板,经常很变态一点。 还有呢,这位哥哥呢? 除了听过他的名字,啊,北条嘛。 然后,没了。 北条,哦,找云。 他的孙子,叫四康。 然后呢,他儿子,哦,被封城收几个面。 结束。 顶多有些朋友可能听过什么? 合约之战,对吧? 听过把这个音谈,有些朋友听过。 很神,哇塞。 八千对八万。 不好意思,也是假的。 对,我们根本不能珍视他有多少病。 OK,待会我再说。 好了,继续。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相信有些朋友,我看到有些面孔, 我好像前几天看到过的啊。 或者说我的书里面也提到过, 战国时代是一个为了生存, 为了要求利益的一个一百几年的一个时代。 是,我个人会认为, 应该是日本史上最精彩的一个时代。 因为,非常多音众好看, 非常多的一些故事。 然后,刚才大家听到我说假的之后, 很开心了,对不对? 对吧? 肯定就是说你听过了,对吧? 但是,今天既然是以企业, 以经营的道路来说话的话, 我就要说一些残酷的一点点的, 说一些真实一点点的, 不要做那么多的浪漫, 不要做那么多的传说。 OK? 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血腥, 非常残酷, 非常多一些灾难的一个时代。 OK?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东西。 而他们两个人, 就在一个, 现在我们听到关东, 关东这个区域, 对吧? 大东京, 大江户, 对吧? 最有钱的地方。 大家去到东京吗? 我住的, 现在我住的地方, OK? 东京, 这么有名, 新线, 对吧? 那个北面那个线, 最长的那个海岸线, 对吧? 然后去什么, 看那些雪啊, 或者看那个什么, 高田城去看樱花, 对吧? 非常的好看。 不好意思, 这是现在, 500年前不是那个样子。 OK? 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两个人在这么残酷, 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当然会说, OK?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最后, 因为很多原因, 他们需要进行一个对决, 然后分出了胜负, 分出了一个胜负。 谁赢? 究竟谁赢? 谁败? 为什么赢? 怎么办? 在企业角度, 在经营角度来看, 他们两位, 究竟一个重要的人, 这是我们今天想谈的课题。 但是请记住, 这个战国时代, 是一个求存, 生存。 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生存, 他手底下的, 换句话而言, 你是老板, 你的员工, 跟你混, 跟你生活, 赚你的钱, 对吧? 然后呢, 土一个好的生活。 你混不好的话, 我就混不好。 当然, 现在我们可以说, 那我就转工作, 对吧? 转工作。 当时人怎么样呢? 不仅是转工作, 我把你看掉。 或者说, 我去通敌, 帮你的对手来打你, 教训你一下。 你想想, 如果你现在各位, 我问在在座里面有没有老板啊, 你的员工, 看着你说, 老板, 我不会辞职, 我会帮你的对手来干掉你, 害不害怕? OK,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现在我们在, 他们两位, 好像很厉害, 非常的省, 其实他们一直都被这些的危险, 所向, 就恐吓, 会这样说, 他们怎么办? 而且, 这些的加成, 并不是, 纯粹的为一技, 所谓的啊, 你是我的君主, 所以我会, 你是我老板, 我会, 非常的, 一心一意的, 去帮你。 不好意思, 那个时代, 不是后来的一个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之所以, 很多家人, 只是因为, 换工作太难了, 换工作太难, 非常难, 你一跑了之后, 你就会, 就是一个旗干, 是不是他们有一样, 因为职位很爽, 跟现在一样, 你去换工作, 旁边的企业, 根本没有职位给你, 你觉得自己很什么, 很厉害吗? 不好意思, 我们那边有不少家人, OK, 所以说, 在江户时代, 很多人不敢辞职, 不敢离开, 离开可以, 都可能都干不了以前的事情, 可能就怎么样呢? 当然起来, 或者说去那个农村里面, 这样活着, 然后等死, 在战斗时期就不一样了, 战斗时期, 我们干不了的话, 我们可以跑掉, 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 再干过, 甚至于, 如果真的发现一个小天地, 自己干起来,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 对于君主的忠诚是相对的, 你不行, 你窩囊费, 那, 不好意思, 我就走了, OK, 各位, 如果你们是老板的话, 怎么留就冷残?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怎么留? 给他多一点工资, 给他多一点待遇, 给他房, 女人, 车, 还是怎么样, 哇塞, 这样说起来的话, 首先我有这样的钱才行, 对吧, 我就是一个小企业的老板而已, 对吧, 我不能跟某某某, 呃, 大大大企业, 做那个, 什么样手机的那个, 大大大老板, 比吧, 对吧, 我不说一定的, 我不说, 我不说谁的好点, 好, 那怎么办呢, 现在我先说一下基本的东西哦, 因为呢, 我曾经苦恼过, 应不应该说一些历史的部分, 因为今天可能有些朋友对于, 日本历史不一定非常的了解, 但是我觉得, 为了让大家能够容易理解当时的状态, 还是需要说一些背景的东西哦, 这个主题, 今天我们主题是关东, 听起来呢, 这个, 苏帝幕府, 当时是一个叫苏帝幕府的一个政权, 管理这个日本, 天王在京都, 没什么权利, 每天都在踢哈哈的过着, 挺好玩的啊, 最后主要管呢, 就是幕府的将军, OK, 然后呢, 你看, 繁衍了这么多代, OK, 但是, 日本很大, 对他们来说, OK, 对他们来说, 日本很大, 他们, 把日本分成两块, 那个这个的, 主力的家族, 就是那个将军, 就是这个家族, 分成两块, 一块在京都, 就是幕府, 另外一边呢, 这边, 这条线, 就是, 这个叫, 关东, 这个地方, 地方的话叫年昌府, 拆从两边, 拆从两边的管理, 因为, 太大, 不好管, 而且那时候没有官僚制, 都是靠着那些, 最大的那个将军, 派子孙下去, 然后就管那些的, 地方的诸侯, 地方的那些豪族, 让他们觉得啊, 我是将军的子孙, 你要替我的, 我是很高贵的,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子孙, 你要装进我, 不然的话, 将军会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状态, 完全靠的是血统, 血统, 就是血统就是力量, 简单来说的话, 因为, 如果那个分支这一块, 不行的话, 还可以靠这边, 来说, 他是我的那个亲戚啊, 是跟天皇, 每天开趴, 每天嗨的那个, 变成将军, 你得对我的话, 等于等于等于他, 等于他, 等于等于天皇, 你自己看办, OK, 原本, 理想上, 但是, 问题是, 这两条线, 原本的话, 应该是, 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 可是, 问题是, 并没有这么理想, 因为, 很快, 这样, 就出现了, 这个问题, 本是同更生, 三件和太极, 有没有听过这样, 这句话吗? 很非常,非常有名的, 我就故意的用这个来形容, 最后, 两边, 这个叫, 将军家, 这边叫, 关东主力家, 两个叫主力, 我们就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OK, 我们分成两个这样的称呼, 就打起来, 争取了, 这怎么, 谁才是, 最高的那个, 第一代, 刚才我们前面那个, 第一代, 在这里, 这个叫尊师的人, 他分成两个儿子, OK, 这边是关东, 这边是京都, 两兄弟, 还好好的, 等于有企业, 他分成两个兄弟, 分管两个, 两个小, 分公司, 第一代还好啦, 你是我哥哥, 我是你弟弟, 对吧, 还好好的, 你弟弟的儿子呢, 你弟弟的儿子呢, 你弟弟的儿子的儿子呢, 还会想住, 亲戚吗, 就是说你想想, 你三代之前的那个, 伯伯, 跟有什么关系, 你跟, 大家, 现在, 我相信大家都, 可能有叔叔, 可能有叔叔, 有伯伯, 对吧, 有伯父, 你还记得你伯伯的伯伯的伯伯吗, 对吧, 你还会记得, 你伯伯的伯伯的伯伯的, 子孙, 跟你有亲啊, 跟他还很亲眼, 三代之前, 四代之前, 那一条, 这一只, 比如说这个六号, 叫一教的人, 跟这个同一, 同四代的叫十四的人, 是同代的, 但是你看, 这个家伯, 这个家企图, 你看, 隔了这么远, 你觉得他们会很亲吗, 当年, 当时, 没有Facebook, 没有Instagram, 没有电话, 对吧, 没有互联网, 哎, 你今天还好吗, 我是你的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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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儿子, 嗨, 你觉得会这样子吗, 没有, 而且, 更重要的是什么, 两个都是王啊, 我们都是同一个爷爷出来的呀, 凭什么你就在这, 你就在这, 你就在这, 你就在这进度, 混混语了, 管我了, 我就在关东要听你的, 凭什么, 对吧, 如果现在, 用企业来看的话, 两条, 企业, 这样分了出去之后, 这个本家的, 就跟那个子家的说, 哎, 你恩戴钱, 是我们分出去的哦, 你要听我的哦, 把钱给我, 听我说话, 然后, 定时来进度来接见我, 或者怎么样, 你觉得, 如果你是当时那个, 分公司的社长, 你会怎么看待, 关你屁事了, 对吧, 我自己打了天下, 我的观众好好的, 对吧, 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后面, 就发生一个问题, 谁听谁, 为什么我要听你, 为什么你不能听我的问题, 产生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个分裂图, 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这一边, 简单一点来说, 我让一些可能不太熟悉的朋友, 不要这么复杂, 我说简单一点, 这一边的将军家, 到了这里, 没有人, 儿子死光光, 或者说儿子还是很年轻, 很小, 没有人继承, 然后这边呢, 这位叫慈世人就说, 诶, 我年轻力壮, 我好好的在关东, 诶, 不论我来吧, 这样的话, 就可以一同了, 把两个企业并到一起, 在我底下, 我们之后可以实现真正统一了, 对吧, 我来做, 我当你养子, 然后呢, 这一边, 有人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兴趣给你去机场, 我让他给我, 弟弟也不会让他给你, 最后呢, 就变成这一块, 刚才提到的医教这个人, 让他还祖, 他以前是和尚, 出了家, 这个叫慈世人呢, 就说, 诶, 我是年轻力壮, 我非常帅, 我非常有能力, 给我来做吧, 然后, 这个叫, 在旁边那个叫义词的人说, 不用你, 我肯定滚, 我肯定滚, 我让我弟弟来, 不晓得这个人呢, 这个叫慈世的人呢, 非常记仇, 非常记仇, 又有眼镜, 然后呢, 就觉得, 那你不让我干的话, 不让我做的话, 我就分裂了, 我从此不认理, 然后两边就跟你打起来, 就成为了一条, 刚才探了那个图, 打起来的一个战争, 然后呢, 就开始了关东地区, 因为, 你作为幕府, 你作为中家, 作为那个老大哥, 你的那个, 这里演你, 这个分公司的人, 尽量不听你号令, 不给那些钱啊, 不来去, 用中国朝代人, 来抄共, 对吧, 来去见我这个老大, 这个宗家, 胆大二级, 对吧, 就要教训教训你一下, 帮你看掉, 然后呢, 就维持打了多少人, 30年的战争, 来去, 来去打了很久, 而, 那一个, 这一条线的人呢, 这一线, 又有跟, 脏了小强般的生命力, 灭不掉, 永远灭不掉, 就想灭, 灭不死, 灭不尽, 灭不尽, 然后呢, 就不停地这样, 持续了30年, 就乱照照了, 然后呢, 就整个日本原本都, 其实当时, 前几天, 如果有朋友听我说的话, 这个时代, 战争一直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平均20年到30年, 就会乱一次, 所以呢, 当时的日本人, 当时的日本人呢, 习惯, 哦,又来了, 但是, 没想到是一乱, 这一次, 乱了30年, 在关东, 在这一边, 这一块, 关东平原, 现在的曲马, 现在的利物, 现在的奇遇, 现在东京, 现在的神奈川, 乱了30年, 然后呢, 就分裂成这个样子, 你看, 那些豪族啊, 全都因为这个原因, 被, 被,被赶出来, 去, 你跟谁, 对吧, 你跟谁, 你跟我, 还是跟那个什么, 什么工发行, 就是说那个, 就到处去找草地啊, 到处去找那个民主说, 哎, 你要不要跟我, 还是要跟他, 因为这是原因, 这些的, 当时的打, 怎么打呢, 很简单, 没有兵力, 我们都没有兵力, 刚才说, 吵得很厉害的两个, 什么竹利亚那两个, 没有兵力的, 都是, 都是扣这些, 这些人, 哎, 为了要表示你的忠诚, 出来帮我打仗, 这样子, 所以说, 为什么会乱30年呢, 这些人全都卷进去了, 一个一个打, 一个一个乱, 最后, 最后, 什么结果呢, 所以呢, 两个都输, 两个都没有失利, 最后那些人都说, 你们很烦呢, 最后的水利, 我们跟你玩, 我们自己, 通过这个战乱, 就一个一个崛起, 跟我们上个时代那样一样, 屈中各剧, 对吧, 还会, 谁还记得汉先帝, 对吧, 同样道理, 最后呢, 这个15, 16世纪的关东平原, 就是从来没有平静过, 乱来乱去, 就跟现在企业到处树立一样, 没有一个所谓的龙头大哥, 很多的小企业慢慢起来, 后面才会出现, 我们说的那两位有的, 千辛跟斯康那两个家族慢慢出来, 所以在一起, 千辛是在这里, 他家族那边, 不是他, 他后来才叫上餐, 他当时不叫上餐, 但是在这个地方, 在越后, 就现在的新切线, 你看, 多远, 对吧, 而北条呢, 当时还没出现, 因为他是外来的, 外星人, 是一个, 可能外来的, 外省人, 用台湾朋友比较容易理解的话, 就是外省人, 客家, OK, 那后来, 终于出现一个人了, 这个朋友应该去过小田园市的朋友, 请去说, 哦, 看的不少吧, 对吧, 这个, 标准打卡点, 有没有人去过小田园市, 没有在这个铜箱上面打我卡的几句说, 或者说, 哎, 老师, 原来有些这个铜箱, 我不知道耶, 有, 在车站旁边, 打卡, 非常多人去打卡的, 这个, 这个雕像非常有名, 如果有人去过, 有朋友去过小田园市, 只去了小田园市, 不好意思, 我会跟你说, 你没有去过小田园, 这个是, 标准要打卡, 基本上, 如果认识的人说, 你去了小田园, 然后去了小田园市, 但是没有拍这个的话, 他, 应该会被一些赞帽迷给笑话, 哈哈,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个伟大的人物, 北朝朝云, 但是, 为什么我这样写呢? 因为他不叫北朝朝云, 他正式的名称, 我的那本书, 现在那本书, 我也不写他叫北朝朝云, 为什么? 他当时还没称自己叫北朝朝云, 他儿子, 大家可能会谈到的, 他儿子才是改称, 叫北朝, 他当时一直知道义事, 这是为了未免一些朋友, 他混乱又改姓, 你又怎么样的话, 反正你儿子就叫北朝的话, 就帮你推上去, 你就叫北朝吧, 但是我们严谨一点, 刚才我们说过, 对吧? 还是叫他早晕好了, 避免大家混乱, 这个人就出现, 把那个关东搞了一团乱吊吊, OK, 为什么呢? 他本来就是那边, 将军京都那边的人, OK, 派他来搞, 搞死那个, 挂洞那边的, 最后搞死了, 但是进洞那边又乱了, 怎么办? 他回不去, 我应该说他不回去, 他就干脆, 我把很多的情节给省掉, 但是简单一点来说, 之后他留下来, 在观众打天下, 自己在那边就稳着, 反正我回不去了, OK, 然后在这边就留下来, 开始他的创业梦, 当然, 很多朋友听说过, 找人都知道他创业, 对吧? 但是呢, 很多水分,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太清楚, 怪如何, 他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因为他真的把那个网络的基础给打下来, 你看, 大家可以看看, 用地图最好的理解, 一开始的时候, 就这么多, 一开始, 为什么能有这么多呢? 因为他这边, 有朋友听说过, 金串议员吗? 金串议员也听说过, 被心肠干掉那个, 对吧? 他的存在就好像等待被心肠干掉一样, 对吧? 当然, 这个有点不对, 所以我明天, 就要去台中说他, 帮他平反, 对啊, 今天还是要算他一下, 不好意思, OK, 当时, 金串家族在这里, 然后呢, 早云的姐姐, 是嫁给了金串家族, 所以, 这个等于外企, OK, 然后呢, 为了给他一些些的帮助, 或者说, 他有点有点能力, 然后呢, 封给他一个个, 给他管理这一块, 叫新国寺的地方, 其实, 他一边, 他姐姐, 他姐姐, 家给了金串家族, 现在的金串县, 一方面, 也要去做, 京都的幕府给他的任务, 就是搞乱, 点关东, 所以呢, 后来, 搞乱完之后, 然后发现, 回不去的时候呢, 他继续往, 那个关东区域, 去推展, OK, 他, 一个, 赵云是一个非常长命的, 一个英雄, 他的儿子, 他应该很老的, 才得到儿子, OK, 大概六十多岁才死, 但是他应该是, 快, 四十岁才结婚成孩子, 但是, 他一代, 就把大概, 现在红色的这一块, 最深红色的一部分, 给打下来, OK, 把当时那些, 有点名气的家族, 一个个给打跑, 或者说给衰落, OK, 然后开创了这个百年的一个王国, 我们老一派的专家, 会说, 北陶家, 是, 见证了, 日本的那个, 战国士的兴衰, 为什么, 他刚好, 在后来, 1590年, 被封城收集, 灭的时候, 刚好创业98年, 创业98年, OK, 差两年, 就一百了, 应该恭喜一下, 要开个party了, 但是, 收集给他开个party, 就是送他上路的party, OK, 然后呢, 就把他给干掉, 但是, 你看, 战国大概是一百多年吧, 一百二十五的, 看大家的那个标准, 但是, 大概是一百年, 从第一代开始, 慢慢慢慢打, 我们今天的主角, 是第三代, 四康, 他的孙子, 到这里为止, 差不多, 这一块, 这一块, 正是到这条线为止了, 对吧, OK, 你看, 从你爷爷, 大概现在的金刚线, 到什麦川线附近, 然后慢慢慢慢, 跨通到现在的, 哪里呢, 奇遇线, 曲马线附近, 跨两个线, 现在我们看起来, 就一个线了, 对吧, 从云林到哪里去, 就差不多吧, 那种感觉, 对吧, 但是那个时代, 日本不一样, 对吧, 要并两个, 我们那个时候叫国, 要并几个国, 不容易啊, 对吧, 然后呢, 就这样打起来, 慢慢慢慢地, 扩充到这里, 你看, 整个, 经历多少年呢, 大概40年左右, 40年到50年左右, 差不多, 就矿冲了这麽多, 那, 可能有些朋友说, 因为那边肯定这些窝囊费, 特别多啦, 对吧, 给他们这样的外来人, 简单这么容易, 被打掉, 不是, 其实非常复杂, 因为那个地区, 你看, 这些红色点, 大家有看到这些红色点吗, 一个一个成, 一个一个成, 都是有人去占据的一些要塞, 你看, 要一个一个打掉, 一个一个拿取, 其实不容易, 但是, 他们用了大概, 祖父, 爸爸跟儿子, 三代, 把整个关东的大部分, 南部, 拿下来, 到了, 道道, 那个, 四康的儿子, 叫施政, 对, 也是一个等他被灭亡的那个, 打到这里来, 你看, 基本上今天的, 整个关东平原, 差不多拿下来, 当然, 我们所谓的拿下来, 不是说, 他们统一完全, 给歌曲, 是让那些的好主, 都跟他们, 都在他们的, 如果你们不喜欢他们的话, 那就淫威, 如果喜欢他们的话, 就是那个的, 在他们智慧之下, 对吧, 反正就是, 你看, 用四代, 就把今天的整个, 日本最富庶的关东地区, 给拿下来, 这家族厉不厉害, 为什么多人, 这么多人记得他们, 但是, 有一个问题了, 大家不发现, 这样的有名气的家族, 却不, 却没有, 像, 后来我们要说到的一个, 三千姓, 那个被信长灭掉, 灭出人主的, 武田信贤, 有名吗? 现在,我想问在座的各位, 听过北条家传说的, 或是一些, 好听一些些的传奇的, 有多少? 火牛真? 对吧? 或者说那个, 怎么, 听到的都是那些, 跟三三跟武田有关系的, 有比较多, 对吧? 我问的是, 北条本身, 甚至于说, 有关于北条管治, 关东的这些故事, 跑上没什么人听说过, 对吧? 有没有人听说过? 听过武田的, 对不对? 什么人之城, 人之河, 什么那些, 听过了吧? 武田, 然后那个唱唱, 哇塞, 第一亿, 对吧? 有意气, 然后一个人冲进去, 跟什么川中岛, 好, 请问, 北条家, 除了救命王那场的扫天人以外, 你们有听说过他们的故事吗? 著名的战役, 除了刚才说的合约之战以外, 还有吗? 为什么呢? 难道他们的扩充, 都是一种武力野蛮呢? 都是一片好像蝗虫一样, 一片扫荡, 然后呢, 就把东西掠夺, 然后就没了? 不是, 在后来的战户时期, 北条家的那个的统治, 是得到很多人的赞颂, 很多人的称赞, 还有很多人非常的怀疑, 但是就是因为, 他们的统治, 他们的管理, 非常的低调, 他们要的是死的, 不像名, 但我们会说他们怎么管制, 尤其是今天我想说的是领受这方面, 因为如果说到名证的话, 可能大家会睡觉, 我就不说, 但是作为一个领受, 他怎么样去管? 另外一个问题, 这里也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大家有听说过北条家是什么家城吗? 哇塞, 武田家, 什么? 那个谁? 山县, 山县, 昌井, 对吧? 什么武田市民城, 上山啊, 什么? 那些跟他们一起打川中岛的那批, 纸匠啊, 或者什么那些, 都有听说过吧? 起码, 名字起码, 名字知道, 对吧? 北条有没有, 北条有没有, 大概能帮助一个, 什么北条岗城的差不多了吧? 有没有听说过他? 北条岗城, 听说过警局所, 你看, 揍这么多了, 你看,揍这么多了, 下方, 哎, 北条有加成吗? 北条有加成吗? 北条有加成于南, 北条原来有加成的耶, 是有, 还有很多, 在我们今天的那个主角里面, 这个第三代的四康, 他有560个加成, 560个加成, 有谁记得他们? 但是最后, 按照刚才举手的朋友来说的话, 你们只记得560分之1, 这是北条岗城, 北条,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 这不就证明他们的管制非常特别, 竟然没有有的照片, 您知道吗? 对不对?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两个责任不同的管制, 两个不同的领受, 千辛, 如果现在先把那个, 结论说了一下的话, 他是属于一个比较相对个人主义, 伤心自己的魅力的一个的领受, 赤康比较偏向于是什么? 实际的, 管制民政这方面, 他不要从自己很帅很厉害, 你看, 一个伤气面, 给我拍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他要的是实, 他很低调, 我们看到很多那些的书信, 试看不是一个高调的人, OK, 我不是说千辛是一个非常的高调的人, 但是他会有很多个人情感给我们看出来, OK, 好,继续了, 请大家认出这个图, 这个图很重要, 你看, 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百年家族怎么样把整个关东地区给横扫了一个故事, 这里, 我们终于到这里了, 你看, 从早云到他爸爸, OK, 士康, 有人知道士康是谁吗? 谁? 士康爸爸, 士康爸爸, 三属, 第二个, 举好, 请问, 大家有听说过士康的历史故事吗? 大概能举超过三条, 三条, 有, 有, 还有没有, 他出生, 他, 他生了士康, 他死去, 三条, 就这样子, OK, 待会我们会看到, 其实这位, 他的爸爸, 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性, 为什么他能开创, 那个百年的王国, 其实士康很重要, 但他爸爸也很重要, 待会我们会提到, 而, 这个, 最近有看到的巨马, 朋友, 有看到的巨马, 正前往, 对吧, 那个, 面目可正的那个, 对吧, 那个, 看起来很, 很滑气, 很搞笑那位, 北朝时政, 那个演员, 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 但是, 是一个丑化过的, 士康, OK, 一,二,三,四,五, OK, 刚好就中间, 我们用华人有句话, 父, 不过三代, 听说过吧, 他们, 五代, 然后我们可以说, 哈哈哈哈, 这五代嘛, 对吧, 多两代送你了, 但是, 不对, 你看, 如果按照这样说法的话, 为什么第三代没有衰弱, 反而是更加融化, 我们刚才的地图, 大家还记得吧, 是变大的, 但有人就说, 是假的, 是虚的, 肯定是虚的, 肯定一定是衰弱, 开始这样的, 其实没有, 我们在历史, 如果回到历史的照片里看的话, 其实他们两代, 才是真正最长生的时候, 前面三代就是打基础, 所以说, 第三代四康, 是属于最后打基础的, 最后的一个, 段落的一个人, 很重要, 可能, 富不过三代, 现在日本也相信了, 其实, 日本人也相信, 富不过三代, 有类似的话, 但是, 这就是因为, 关东这个北朝王国, 他活过了这个的, 诅咒, OK, 让很多人的记录他, OK, 另外一遍, 我先把一个观察, 先说一下他的对手, 今天另外一个主角, 这个, 应该很多人喜欢他吧, 他, 严格言, 也属于第三代, 严格言, 他爸爸, 叫维靖, 他以前原本是叫常伟的, 姓常伟, 常伟, 警府, 后来才, 继承了一个很有名的家族, 叫山山, 然后呢, 改名, 叫山山千禧, 千禧是他的法号, 他除了他的最后的名字, 他以前应该叫山山正虎, 或者说千禧好了, 不用这么麻烦, 然后呢, 他哥哥, 原本是继承了那个位置, 然后呢, 他哥哥比较, 传统说法说, 他哥哥无能, 不管用, 但其实应该严格言之什么, 两个兄弟不是同一个妈妈, 关系不太好, OK, 可能这里有山山的粉, 会应该, 待会不要打我, OK, 我会秘秘地走, 最后, 不管如何, 因为两个兄弟有点的对立, 商户有一些加成, 互相用力, 起来之后, 然后呢, 就有点纷争, 最后, 和平的解决, 和平的摆平, 最后就由他, 来继承这个, 先继承这个常委家族, 后来, 因为, 我们后面会谈到, 因为, 北条斯康的原因, 他才成为了, 山山家族的继承人, 这些脉络, 大家可以, 有些战口粉丝应该知道, 对不对, 非常清晰, 哇塞, 能倒背起来都可以, OK, 而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后期的时候, 为什么, 他, 我们后面会看到, 他跟北条斯康, 其实隔了很多, 有那个联数, 隔了很长, 隔一带, 严格而言, 斯康是他爸爸, 差不多, 年纪上, 他基本上是一个年纪很长, 很多的一个哥哥, OK, 但是, 他当时, 在一个,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地图, 这个地图, 一个老远, 老远, 老远, 面向日本海, 的地方, OK, 现在, 大家对于, 那个, 新洁县有什么印象, 有什么印象, 大米, 啊, 金山, 有金, 有银, 有银, 有银矿, 对吧, 还有呢, 啊, 还有呢, 还有没有, 有没有吃过那个, 新洁县的大米啊, 有听说过吧, 对吧, 对吧, 对, 没错, 但是, 但是, 如果给大家看的话, 那, 我, 往后面硬一点啊, 看有没有, 啊, 往前, 慢一点, 在当时的, 约后, 其实, 并没有大家常常这么样的复数, 现在, 我看到是一条, 对吧, 那个新洁县, 新洁县跟以前的约后, 那个, 那个边际那个, 大概这个版图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 一个岛在北面, 对吧, 左路岛, 金山, 当时, 金山是有一些, 但是还没开发, 其实严格而言, 他经常听到说什么, 呃, 越后很多金山, 都大部分, 是在, 千辛死了之后才被开发, 大部分, 不是本国啊, 大部分而已, OK, 而且, 当时的新洁县, 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 到处是低洼地, 到处都是河流, 到处都是湖, 的一个地方, 现在大家去那些地方看到的是, 经过江户时期, 二百多年, 不停的那个, 三小洲的那个, 怎么地形, 地理的地形的那个发展, 还有一些的人工的, 一些的, 呃, 你说, 盖的一些地啊, 或者那些东西, 那些的人造公司, 才变成像那种的复数, 有这种东西, 出来, 所以说, 回到现实而言, 其实千辛, 他所生存的那个时候的约后, 或者到新洁县, 一点都不复数, 不说虫的要命, 但是起码不是, 大家想象的这么复数, OK, 这么有钱, 其实差不多还好吧, 这一个水国, 经常沙水, 经常都是那个, 沙了水的话, 所以我出不来, 这困在里面, 非常惨, 我也知过在新洁县被困过, 非常有感受, 非常感受, 真的, 我被困在那个旅馆, 困了两天, 他跟我说, 那个国道, 先生, 国道封闭了, 你住不去, 你再住两天吧, 但我就说, 那两天我没给钱啊, 就是等于说, 被迫要给钱了, 等于说, 所以我非常地理解千辛哥哥的感受, OK, 终于, 在他当时所存在的感觉怎么样呢, 我们刚才说到, 那个上面有北条, 对吧, 你看这里, 成了这个样子, 来, 后来, 这边呢, 我们看有点小啊, 长尾, 或者说那个的杉杉, 在这里, 顶着, 顶住, 顶住他, 然后最后慢慢慢慢就在长野, 现在群马县, 终于对头, OK, 当时有一个叫杉杉的家族, 不是先进那个, 是另外一个, 就是他继承的那个, 弱暴, 被打爆, 应该说, 被北条刺抗打败, 然后呢, 原本, 这个家族在哪里呢, 在这里, 上野, 北条一直一直打, 打到这里来, 然后把他给赶跑了, 然后呢, 就那个, 商人家族的那个人, 就跟千辛, 年轻有为, 二十几岁而已, 那个时候, 说, 你帮我打北条, 我把家族的位置给你, 我把家族的一个名字也给你, 让你去继承这个家族, 谈了很久, 这个谈判谈了很久, 终于谈成了, 终于, 这样的原因之下, 原本在老远的这个北面的, 这个, 千辛, 有机会, 跟当时的那个, 比较长的, 四康, 对头, 这些原因, 两个人终于商与, OK, 而, 终于演员是, 那, 做出这个问题了, 哎, 我刚才说到, 同时, 千辛还有问题是什么, 还有一个叫, 五年新险的哥哥在这里搞的, 对吧, 在那个, 现在长野线, OK, 就搞风搞雨, 对吧, 就那个, 找来找去的, 把那个长野线弄得非常的鸡血不灵, 那边的人也有跟那个千辛说, 帮我去打这个这个五年, 他很烦, OK, 然后, 这位很有义气的, 就很有义气的千辛说, 也可以, 我两边打, OK, 两边的包, 最后发现, 两边作战非常的累, OK, 你想想, 如果你是千辛, 你的, 做一个企业吧, 你是一个千辛的一个企业, 哦, 叫长野企业, 叫上山企业好了, 你面对这两个变态的, 当时来说变态的五天企业, 跟北条企业, 两个家里, 如果你是千辛, 你觉得, 你会, 大家会怎么选择, 你的对手叫五天新险, 你的对手叫北条四康, 请问, 你会选择两线作战吗? 会的, 请举手, 为了正义, JUMPIST, 对吧, 正义无敌, 打算, 你觉得当时, 如果大家是千辛, 或是千辛的加成, 你的老板说, 我要两线作战, 你的反应是, 所谓的, 要让你去打两边, 因为他带你去打嘛, 对不对, 觉得, 这老板屌, 厉害, 果然是英雄, 我跟对了, 请举手, 诶, 果然, 我刚才说的传说是对的, 诶, 那五天, 等等, 那如果是觉得他, 白痴啊, 有病啊, 那几句手, 诶, 果然, 果然, 五天的粉, 在台湾也是很多的, 难道, 觉得, 先观察一下, 先观察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打得过, 再说的, 再判断, 要几句手, 怎么好像有一些是两边都举手的, 一啊, 也可以, 好, 好了, 最后先行怎么样呢, 两边都打, OK, 我们这里有一个疑问给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那些加成陪这个人变态, 陪这个人去傻, 像两个人, 两个可能在, 如果不好意思的, 用游戏来比的话, 哇塞, 统帅九十败, 快一百了, 两个人, 我说, 我是军神, OK, 我是军神, 但是我也说一百好了, 两个加起来两百耶, 我跟两个两百人加起来, 要打的话怎么办, 对吧, 紧张最后是打了, OK, 还真的是, 这个, 这个朋友, 应该很多朋友有去打卡了吧, 那个, 这个同上, 对吧, 去, 没见过这个同上, 谁知道, 没见过, 这什么东西, 这两个, 什么, 在干嘛, 不知道的体积手, 有没有, 有人不知道, 这个是, 我们那就, 为了让他们知道, 我们说一下, 这个是在现在长野, 现在长野市, 一个叫川中岛湖战场, 公园里面的那个同场, 当然所谓一起跑, 对吧, 两个人在所谓的, 在那个, 不知不觉, 突然, 两个人一起打起来, 的那个故事, 对吧, 武田想把那个, 上官引出来, 然后上官已经知道, 然后提前的出来, 然后呢, 就在一个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终于, 一个人拿着军配, 这那个, 所谓指挥棒, OK, 指挥棒, 一个人拿着刀, 砍, 几人砍不掉, 然后, 而且, 不知不觉, 几人没有砍下去, 然后就跑, 就所谓的, 一七条的传说, 对吧, 但是, 也要, 少一少大家的亚信, 假了, OK, 不管如何, 反正, 这个战争, 是真的, OK, 这边开战了, 北条那边, 也要开战, 差不多在同时, 基本上, 最激烈那场, 川中岛之战, 第四次, 对吧, 他, 他, 跟后来, 跟那个, 另外说, 跟北条那边, 只隔了一年, 一年而有, 隔了一年, 所以我们后来, 后面有提到, 北条, 那个, 千姓, 帅大军, 从越后, 一直一直到, 到那个扫铁园, 一场, 一场战争, 只是在那个, 这个, 川中岛, 第四次川中岛的前一年, 李老板是一个战争狂的, 对吧, 今天才去了, 去跟你去, 到底去出差, 去了那个扫铁园, 第二年, 带你去长野, 再出差, 好不好, 啊, 没有出差费, 不好意思, OK, 好了, 这边我们不说, 为什么, 这边的传奇是很多人知道, 但是, 不真实, 非常不真实, 虽然说很重要, OK, 我不否认它很重要, 但是在历史资料里面来看, 如果真的要看到那个, 他们两个人的智慧, 怎么去对面的话, 其实北强那边, 比较容易得看到, 因此今天, 把他给审认一下, 好, 这边, 不好意思啊, 古武田粉, 不好意思, OK, 没有, 这里没有武田粉, 今天, 再问一下, 武田粉, 我再听一下, 我最敬爱的, 武田信神功的两个对手, 的事情, 来贪置敌情的, 请记住, 哦, 没有, 没有, OK, 太好了, 我应该安全可以离开, 好了, 1560年, 1560年很重要, 为什么, 在另外一边还有一场四, 一场战争在打, 有人知道, 1560年, 战国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 在另外一边打着, 叫, 嘿, 什么, 统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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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一年在打着, 同一年在东日本地区, 发生了两场很重要的战争, 当然统察间, 我明天再说, 我今天不说了, 你看, 这个线路, 从这里一直扫荡到, 北条四看的家门前, 家门前哦, 一直打完, 12万, 据说是12万人, 冲下来, OK, 大约关东那些的, 听到千金就害怕的那些的小猪猴, 就包围着这个小田园城, 当时, 四康45岁, 千金31岁, OK, 当时, 我们刚说到了, 因为北条已经扩充到这里来了, 然后呢, 千金又觉得又要帮那个山山家, 又觉得, 你打到我的那个约后来了, 我不, 挡一挡的话不行耶, 万一你就真的打到我门前怎么办, 所以呢, 就, 先发自人, 对吧, 就冲下来去打,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山山家族, OK, 然后在这里, 当然, 这个小田园城,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打我卡, 但这个是江户时期, 才有的东西, 以前没有这样漂亮的东西, 都是一些一层到两层楼的那些木, 木房, OK, 非常简单, 不管如何, 这个战争就在1560年打过了, 继续, 好了, 在战争, 大家听说过, 可能前几年一个大河剧, 那个某某某某非常有个性的一个男演员, 叫Gakuto, 对吧, 演过那个三千姓, 怎么, 这样走, 对吧, 走到那个门前, 坐下来, 然后那个北条那些剑, 不能射他, 收拾他, 还不仅在喝酒, 哈哈, 这个感觉, 有人看过这一幕吗? 有吗? 非常有名, 据说是说那个北条四康, 看着他那个敌人, 原来这种变态, 竟然不下令用铁包给射他, 就看着他, 这个变态, 变得哪个人? 不好意思, 也是讲的, OK, 这个说, 千姓跑到人家的门前去, 坐下来, 然后我就看着你, 看着你白痴牛嫩, 那个说法呢, 不存在, 两个人也没有这么近的去对面过, 而最后那个战争的结果怎么样呢? 四个字, 不了了之, 不就不了了之啊, 千姓对他包围了一个小田园城, 但是, 什么都不了, 没有错的, 没有错的, 他不是还在吗? 对不对? 还有两袋, 对吧? 你做到任何东西, 只包围着, 你看, 我打到你门前了, 然后就, 没有然后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就回去, 就回家了, OK, 而, 这个也就是, 前进, 远征关东的, 最辉煌的时候, 后来就没了, 真实啊, 三个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只是在做事而已, OK, 就没了, 那我就反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可以, 抵挡那个变态的, 这个真正的那个军神, 对吧? 能挡得住, 对吧? 打游戏, 好像他的统帅, 好像不高嘛, 对吧? 为什么能成功呢? 这一边, 我们要从, 他做一个领袖的那个教练开始, 先说起来, 我们不先说军事, 今天我们不是在说那个军事的学问, 我们要谈的是, 在你面对一个的危机的时候, 大军压境, 或者说被, 或者说被企业啊, 被欺负的时候, 怎么办? 其实, 北城家族, 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是因为, 他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领导人的培养, 从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早云, 世纲, 再到世康, 他用非常好的杂教, 非常好的一个教育, 在早云的时期, 他在晚年写了一个家训, 一个家训, 很长很长很长, 在我们研究的那个战末史里面的人, 无所不知, 没有人说不知道的, 到第二代, 他爸爸世纲的时代, 又写了一份,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 难道要更新吗? 系统要更新难道? 不是, 他爷爷写的那个, 不是给他儿子看主要, 主要是给家成看, 整个家成, 我们要怎么管理, 我们要怎么去做, 包括什么? 早睡早起。 蛤? 早睡早起, 要不要这样? 对, 怎么样做些好啊, 怎么样的才能够那个, 工作效率提高, 对吧? 也要叫吧,对吧? 那个时候的武士, 那个时候的人, 很野蛮啊, 其实很野蛮, 对吧? 怎么叫野蛮啊? 我不爽的话, 拿个刀就拔一桶了, 真的, 非常容易, 而且不仅是男人, 女人也会, 哪里都是一个, 随时就拿个刀, 哦, 这样子的状态, OK, 但, 北朝家族他的祖先, 是从京都来的, 他对这方面, 非常多的性格,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 可以说是, 直入到, 关东的那个, 管理里面, 第二代, 那第二代管什么呢? 第二代那个家训, 是管他儿子的, 就是他, 管他的, 对, 他爸爸说了一句话, 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 第一句, 我记得是必费, 第一句, 什么? 你呢? 不如我? 第一句话, 真的, 你想想, 你爸爸, 把那个家族的那个, 家族的那个生意, 交给你之后, 我跟你说吧, 你不如我, OK, 但是呢, 如果我现在不教训你的话呢, 你可能会传货, 那我说先, 把它写下来吧, 请你好好的去看着办, 的意思, 主要是管他的, 因此有一些的历史学家, 认为可能这个哥哥, 年轻的时候挺放荡的, 应该, 应该说, 当时的, 人, 当时的那些, 所谓官二代也好, 富二代也好, 他是富三代, OK, 都是一个, 可能教养方面, 并没有, 大家所想成的这么好, 这么的, 严谨, 大家有听说过, 资点心肠吧, 他最有名的时候什么, 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啊, 哇塞, 打开, 半边松, 对吧, 然后呢, 在市里面游荡, 对吧, 整个的服装, 非常的搞笑, 非常的好玩, 对吧, 其实跟大家说,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的专家认为啊, 当时的那些官二代应该都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东西, 不知道全部啊, 但是应该有不少, 也是很方道, 没人管你啊, 对吧, 你还没有要去继承那个家族, 对吧, 只要你没有他们方式的话, 管你, 那你去, 这样的去玩, 你没所谓, 到了你正要管的时候呢, 正要去继承那个家族的时候, 就得管一下, 所以才有他把留下来的那个家训, 是管他的, OK, 而, 还有很多东西, 包括什么, 要有心意, 要有廉耻, 要去爱惜自己的臣民, OK, 等等那些, 完全是道德加上那个帝王学, 混合在一起的, 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问, 这个不是很正常吗? 听起来好像很正常, 但是, 这样的, 一代又一代这样的去教训的, 这样的那种的教法, 或这样的文献, 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家里面, 并没有看到这么多, 当然, 有可能是什么历史料, 没有很好被留存, 所以才没有看到, 这个我们不否认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 北条家族在这一方面, 的确是非常的特异, 因为他真的是有两代, 而这两代成为了后面那三代的, 一个的教育的总纲理, OK, 家乘管了, 当家也管了, 这一方面在其他的, 包括芝田, 芝田, 包括五田也好, 山山也好, 其实都没有看到, 这个一个, 作为一个领导者的管理的话, 我会认为, 如果真的要入市一定的来说的话, 你怎么管你, 不仅管你的儿子, 管你的, 如果你的家族企业, 怎么管到你的企业, 起码能够再延续多一代代, 多几代的话, 这一方面可以看到, 北陶他经营一百年, 并不是没有道理, 比较其他的诸侯, 其他的诸侯也有留下一些教训, 但是并没有这么的详细, 并没有这么多, 还两次, 你可以说, 我爷爷很唠叨, 很麻烦, 很啰嗦, 我爸爸也很啰嗦, 把我造成这样, 当然成功了, 对吧, 这个家教, 也就是北陶家族特别的原因, 而且是紧紧的被, 被守着, 守到灭亡位置, OK,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当时北陶他家族, 对于祖宗的家法, 对祖宗的教训, 他祖宗没有跟你说, 要怎么怎么样, 他都说一些大道理而已, 但是他就守住了, 守住了, OK, 这部分很重要, 但, 所以说, 好爷爷好爸爸, 现在大陆有句话, 成功靠, 父干, 对吧, 靠爸爸, 来做好那个基础, 然后呢, 我就直接坐上去那个董事长的位置, 哇, 我这次很厉害了, 耶, 但是, 当时并没有这么简单, 教育很重要, 在他爸爸, 世纲, 他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家属里面, 都是提到过, 要圣补教, 拜奉, 不要他失败, 成功之后也不要骄傲, 真的写在里面, 大家觉得, 这些教育如果现在, 你爸爸, 你爷爷, 现在跟你说的话, 你会讲怎么样, 用日语来说, 无路赛, 对吧, 用中文人说, 很烦耶, 对吧,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 大家理解, 当时那个时代, 跟企业, 现在的企业一样, 你今天犯的错, 明天看你的企业一样, 你家属可能就完蛋了, 他们的家属就是这样的, 利用人家的错误, 一步一步在关中打起来, 所以他们更加理解这个道理, 因此, 要教导他们的子孙, 不要犯敌人, 曾经的敌人犯过的错误, OK, 这非常重要, 这种时刻保持警觉的危机意识, 是有的, 周三后来, 大家经常消化的,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对吧, 实证, 实质, 其实, 说白的话, 说到真实话, 也没有忘记, 只是运气不好, 还有一些阴差阳错的问题, 导致的跟受疾, 没有太好, OK, 我会想说, 这个问题, 并不是这么的简单, 就是后面两代, 非常窝囊费, 所以呢, 就把那个家人给败了, 没有这么简单, OK, 很多问题, 这个现在可能有点复杂, 我都先不说了, 所以呢, 他们那个家族, 最后一个的金科医是什么, 坚信,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时刻有警惕, 时刻知道, 要怎么样去, 留意周边的环境的变化, 储存, 这方面, 起码到了四康, 这时代, 做得很好, 我们之前提到过, 一个合约之战, 八千对八万, 数字不管他, OK, 就是利用这个道理, 怎么打的呢,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 就是, 人家, 抽集了一个比较大的军队, 多少人不管他, 反正比自己大, 首先, 绸合, 拖延一下, 另一方面, 当时, 四康又跟其他的祖侯, 在打, 发现, 哎, 不对了, 那边有人正要打我, 怎么样, 立刻停战, 赶回来, 全力应付, 然后呢, 再用一个最有限的兵力, 一击击中, 把那个的八万人, 或者说很多人的, 那个, 抽合起来的一个大巨, 的那个主要的敌人给干掉, 拖延了很久, 最后, 就趁, 敌人, 疏于防范的时候, 一刹子, 干掉, 这不是, 所以说, 这三代, 他们两代, 再到四康面时代, 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说, 真的是, 完全的实行了, 祖宗所说的那个道理, ok, 好了, 这里我就提一下, 一些所谓的教训, 这个是, 那个北陶士刚, 他爸爸, 真实写过那个家书里面的内容, 我把它翻译了两行, 比较重要的, 即使, 善政赢取的胜利, 也不能骄傲自马, 刚才我说过, 对吧, 行不义之事, 就是, 凡事获得成功之后, 更必须要小心谨慎, ok, 他爸爸也是, 一生龙马, 一生得到天下, 对于, 但是, 我们听说, 在马上, 在马上, 得天下, 不能在马上, 治天下, 他这个爸爸, 大家不知道, 在大家眼里, 算了算一个, 并没有犯着错误的人, ok, 而, 后面也说了, 凡事要自足, 自, 进退, 不贪求多欲, 解剑为上, 我们在很多的历史史上里面发现, 其实北桃家族的人, 不算很, 呃, 那个奢侈, ok, 不是很多的贪欲, 就算大家经常听到那个北桃市政的事情, 也是后来的人, 因为这个北桃家族灭亡之后, 然后, 导狗为一, 就找一个的, 战犯, 然后就说, 因为这是北桃的市政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说过, 市政真的是这么贪婪的人, ok, 为了具, 的需要, 一定要找出一个战犯来而已, ok, 并没有这样子, 其实我们看, 整个北桃的五代, 都很, 都算是很借鉴, 不算很, 很浮夸, 非常的那个奢华, 真的, 而且, 我们说到北桃市康, 今天可能很少说了民政, 但是他也下了一个命令, 要全民借鉴, 说不了, 他自己也借鉴, 尤其是在千兴岛下来之后, 整个关东, 一片狼藉, 他在那个时候, 为一方面负责这个责任, 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维尊者, 他并没有办法把敌人赶走, 很少整个关东, 以为一个的荒原这种状态, 他一方面承担这个责任, 一方面宣布, 要解键, 要跟民众共度时间, 这也是, 这个原因, 让后来, 这个战狼灭亡之后, 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他们, 因为他们记得, 曾经有一个诸侯, 真的有做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 今年刚好是北条教主, 进入少田园朝五万九年, 现在很多, 在少田园市有非常多的节目, OK, 你会看到, 他们为什么这么的记到, 没有人记那个, 张牧师吃那个小田园饭, 只记得他们, OK, 这也是一个原因, 好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审视图数, 当时呢, 我刚说到那个合约之战里面也是, 你看, 这里, 有五田, 这边, 有金川, 其实, 你说北条没有敌人吗? 不是, 旁边两个如王死虎的, 对吧, 都是变态的, 都是有实力的人, 对吧, 而当时, 我们刚才说到合约之战的时候呢, 其实, 刚好呢, 这里, 金川和北条在针这个叫河东, 今天富士山附近, 的一带, 但是, 但是, 就在这个灯的最厉害的时候呢, 这边那个, 后来, 找千辛帮忙的那个山山在书呢, 就联系起来, 去攻击那个少田园城, 所以, 北条世康, 那边, 我想问, 两边都是敌人, 大家会怎么选? 一边跟你咬着这个的祖宗, 这个是, 他爷爷打下来的, 他爸爸打下来的土地哦, 这边, 本来是这个地方, 又有敌人要去抄你家, 请问, 你会怎么选? 会选择, 好像历史发展一样的, 我要去守住大本营, 不管那个爸爸打下来东西的警局手, 没有人的警局手, 都说是看做错了, OK, 选择咬住爸爸那个的, 打下来那个河东区域的警局手, 不能够会对爸爸的那个伟业啊, 对吧, 人人抄我家, 算了吧, 我说不是他抄, 是这个意思吗, 他说两边作战, 我北条世康这么厉害, 我就不信两边不能打, OK, 他最后, 跟这里的反应不一样, 他选择, 抛弃, 放弃这地方, 把他割, 割, 割给北条, 那个金川议员, 全力应付这边这些的祝侯, 最后打赢了, 这个合约之战, 过程不重要, 结果就是打赢了, 然后把关东这个的, 王国的基础, 第三代嘛, 最危险的第三代, 他守住了, 但是他唯一的上市的就是, 这个河东区域, 但是他不怕, 为什么, 他跟北条, 北条跟武田, 跟金川结成联盟, 稳住的大后方, 所以说他选择, 他发现, 两边做的太危险, 那边, 左边这边, 也是那些很难搞的人, 关东那批, 我打完合约之战之后, 好像没什么对手吧, 斯康, 那个青青还没来嘛, 就觉得, 跟, 变态的人打, 还不如跟他, 联手, 稳住大后方, 我就在关东开地, 新天地, 继续打我的天下, 这是当时斯康的那个考虑, 他就要证明, 他的策略成功, 一直到, 后来, 武田, 突然, 发了疯, 要去, 要去, 要进入金川啊, 什么那些时候, 为止, 基本上有20年, 是太平的, 整个东面, 整个西面, 是太平的, 而这20年呢, 都回到刚才, 那个, 红色地图里面, 固体的网上面扩充, 可以看到, 斯康在判断, 我的力在哪里, 我的大目标在哪里, 这方面, 斯康在结果上面, 做出了一个, 正确的判断, ok, 当然, 很多时候是马后怕, 历史, 似乎同名,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确做对了, 我们不能想象, 如果他反过来做的话, 会怎样, 历史没有如果, ok, 但是我们从历史的结果来面看到, 他做出一个判断, 一个好的判断, 然后让这个家族继续的发展下去, 这是不变的事实, 不正的事实, 所以呢, 这个大道理的话, 我认为呢, 问题概括, 在左右为难的时候, 且不可以忘记基本的原则, 你的老家, 你的祖宗, 是来关东打天下的话, 就继续在关东打天下, 不要到处去开战线, 这个也是跟后来我们要说的, 千辛不一样的地方, ok, 千辛我同意就发现, 他到处的是火头, 到处跟人家打, ok, 这两个字, 我们不会说对错, 但是有责量不同的一个做法, ok, 而试看他做到的是, 不可以忘记原则, 不可以忘记基本, 这个是我对他的那个, 整个的人生, 政策, 里面作为一个领袖, 他所坚持的一个方针, ok, 不贪婪, 他谨守了他父亲的那个教会, ok, 最后, 另外一个, 人去人生, 就是刚才我说到, 合约之战, 他不会说, 哎, 我是北桃斯康, 北桃斯康耶, 我是北桃斯康的儿子, 我是北桃早云的, 甚至我不能投赏, 我不能失落, 没有, 他很快已经跟那个, 那个, 杉杉, 不是相信你了, 是之前那个, 是说, 哎, 我能不能够跟你, 谈和, 谈一谈, 你怀一怀, ok, 那个杉杉说, 不行, 我现在人多, 我要欺负你, ok, 北桃在那时候还没搞, 搞定那个金川, 所以他不敢做什么事情, 他很正确, 可能, 缓着, 等着, 忍着, ok, 等到后面清理完了, 跟金川那边, 清理完之后, 立刻就翻脸, 我, 我都忍了你很久了已经, 终于, 我现在能不能躺住手来, 跟你, 开, 跟你开, 跟你打仗, 终于把他给搞定, 大家在这样的时候, 人家欺负到你头上, 你能不能忍住, 很多时候现在的人可能说, 哼, 我现在跟你打了, 不要, 有可能这样子, 但是你看, 他背负着一个家族, 560人的加成, 加成而已哦, 他们还有一堆成名, 他最后, 当然, 我们现在可能把他冥画, 但是, 的确, 他忍住, 然后, 把所有的一些其他的障碍, 阻碍, 给清理之后, 立刻把这问题给解决, 一直到千辛来到, ok, 才, 遇到一个大的问题, 来了, 终于千辛要来了, ok, 从这边一直上下来, ok, 你看, 然后后来, 在后来的时候, 静贤也来过, 在过了几年之后, ok, 静贤突然又发现, 啊, 我应该要抢天下, 我应该要去做一个方针的改变, 因为, 静贤跟千辛之间打过春农岛之后, 发现, 我们, 打了干嘛, 打不过对方, 你也打不了我, 我也移不了你, 然后静贤就说, 嗯, 我, 我去南边, 我不跟千辛之间变态打, 我跟, 南边打, 然后呢, 就开始, 侵略, 那个, 金川, 还有, 跟北条打了一招, 但是, 北条都守不住了, 北条, 然后, 小泉城, 经历过三次的灾难, 三次的入侵, 参叹第一次, 武田第二次, 封城第三次, 到第三次才守不住, 前面两个, 我想问, 面对这两个敌人, 如果打到你头上, 打到你家门前的时候, 大家会想得怎么样, 头伤举举手, 听到我在说, 当然不能举手了, 对不对, 都不好玩, 对不对,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是怎么样呢, 当时据说一些, 当时那个, 这样的打法,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据后来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困成自首, 不出去, 那是派一些的游击队, 在后面去骚扰啊, 去打人家的那个, 量刀, 对吧, 然后呢, 等到那个的敌人, 没去的时候, 哎呀, 没意思, 人家不出来打, 我们就撤退吧, 就从后, 偷袭, 偷袭, 教训他, 在后面打, 然后就, 拿个, 拿个踩, 拿个踩头, 我不跟你这边打, 你走了吗, 我给你拿一个, OK, 帮你送出去, 没意思, 没有很大胜利, 没有很大胜利, 他只把他们赶走而已, 但是起码守住了, 而且, 没有很大的那个, 病例上的损失, 当然, 他的那个, 王国, 整个都, 因为战火, 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才要提见, OK, 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说, 并不是说, 他毁了, 他也是无奈的, 没钱啊, 没钱给我花啊, 我不知姐姐怎么办, 的意思, OK, 好了, 不管如何, 对吧, 应对过去了, 那另外一方面, 他, 曾经说过, 一些的事情, 我用了那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 中国的典故来形容他, 赞, 勇气耶, 对吧, 这个有些朋友能读过, 某某某某的, 我这部卖那个, 叫做那个广告啊, 某一个的, 经典的历史故事, 才会认赞, 认赞, 对吧, 鲁国, 对吧, 那个故事, 他, 我觉得, 四康, 他非常明白到, 那个道理, 不需要, 急于应付, 也不要心服气道, 看穿了敌人的弱点, 跟本质之后, 在重点打击, 我们会看到, 四康打仗里面, 并不练战, 一场, 走一场, 打到要害, 走往直, 不做任何的练战, 这也是四康打仗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你看, 他两敌人, 上上跟武田, 打多少次, 什么时候打? 五次, 严格也是四次了, OK, 最后呢, 最后怎么样? 没有结果, 两敗俱伤, 对吧, 他呢, 就一次, 我跟你就打一次就够了, 把你赶走, 我就完事, 不追击, 不贪图那个所谓的, 审称追击的事情, 没有, 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 作为一个第三代的经营者, 可以说, 四康他非常明白, 他要做些什么, 他既要守, 也要扩充, 但是, 扩充的时候, 不会特别的乱来, 守的时候, 差到好处, 反击的时候, 也差到好处, 这就是他经营的里面, 我个人认为, 比较成功的原因, 也是, 熬过这个诅咒, 就是, 复不过三代的原因, 好了, 反过来, 今天不是四康专场, 对不对, 也要说一下他的底人, 对吧, 倩信, 这里我要说一下, 倩信他很多的管制, 其实并没有历史的记载, 真的, 倩信他的那个管制里面, 非常, 很很小提到, 他怎么管他的那个, 管我, 很多时候的什么, 他留下最多的书信, 都什么, 我跟你, 我是在怎么聊天, 跟领主怎么聊天, 同样, 啊, 心情真的坏, 我要揍罵他的那个, 王恩负义自徒, 把爸爸给赶出去, 什么那些, 都是那些, 这个感情派, 感情派, 我觉得他, 他的那个, 性情跟性长应该差不多, 两个硬实朋友, 有机会的, 因为, 当然有可能是, 啊, 性情太上级了, 最后做不了朋友, 然后最后后来也反了, OK, 还有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你帮过我, 这些义气的书信, 你帮过我, 我千辛一辈子不忘记, 写了很多, 而且是, 通常, 同样的书信, 他可以写十几遍, 十几封, 我看的时候觉得, 你很闲耶, 还有, 他跟斯卡另外一部一样, 什么, 他写性特别长, 特别长, 我翻译或, 我做研究的时候, 累不累啊你, 很烦耶, 但是他写很多, 都是写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些比较多, 管制类的比较少, 但是, 也不代表说, 他没有任何管制的理念, 他有, 就是说他的那个, 性情比较是一个, 性情态, 大家, 我想问, 如果你老板是一种性情态, 跟你谈情说爱的话, 你就怎么样, 你今天熬夜了, 今天加班, 我不会忘记你的综艺哦, 明天我带你去战场, 让你爽的痛快, 怎么样, 觉得这个老板, 厉害, 我喜欢, 刚好我也是一个, 有点被虐心上的人, 所以我就跟选他的情绪手, 后面去, 省掉, 反正这样的老板喜欢的情绪手, 不是高压跟你谈情, 跟你说, 你是一个好人, 你是一个好家臣, 跟着我混, 没问题, 我不会忘记你综艺岛, 做到你死了之后, 我会对你加入很好道, 跟我走, 我们来, 明天我去关东, 走一走, 跟试看哪一场, 这样的老板喜欢的情绪手, 有一些, 刚才试试看那种, 闻扎闻打的, 闻扎稳当的, 不乱来, 不勉强, 安全最重要, 家族最重要, 能打都打, 不能打, 他就守着, 这种紧急手, 好, 再一次证明, 台湾的商量品, 越来越少的原因, 但是, 这里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什么呢, 他是一个行动派, 很多时候, 做事情, 一说, 要做, 就做, 非常干脆, 不麻烦, 不会脱离带水, 这个也是他灵魂的事情, 你看, 从约后, 心切, 一直赶下来, 说了就说, 但是, 后面我们看到, 他是一直对向前面, 一边在前面拧着, 并不会说, 你给我出去打, 我在以后等你, 没有, 都是自己出去的, 都是自己出去, 拧着打着, 而且, 他其实, 并不是一个冲动行事的人, 他是制造有力的条件, 比如说, 跟信贤, 跟北条打的时候, 他, 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过, 会拿取什么, 大一名分, 我不是来行那个, 无意志战的, 我是有将军认可的, 拿了国家认证的, 才能跟你打咯, 你跟我打, 你就是叛徒, 你说一个, 叛贼, 当然, 四康跟事情说, 啊, 是, 我是, 是我, 我是叛贼, 怎么样, 咦, 打我啊, 有感觉, 但是, 他相信这样的话, 会能够招到更多人帮他服务,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的话, 可能这方面也是一个需要事情, 怎么样能够让那些人为你埋命, 可能那时候, 还是需要一些正当的名分, 对吧, 我站坐, 不是我不义哦, 对吧, 是那个, 政府授权给我干的, OK, 这方面, 也能够证明, 当时的权威, 当时的那些权威, 还是有点分量的, 很多时候你都会能解释, 这个变探只喜欢打仗, 为什么这么多人跟随他, 难道他, 有什么, 有一个迟迟把他给吸进来吗, 不是, 有些孩子相信他是有权威, OK, 然后愿意跟他, 希望跟他混, OK, 抢的时候抢了争议, 对吧, 输的时候也算是光彩, 那种感觉, 另外是什么呢, 我刚才说到, 出世有名, 永远不会被人家说, 是一个贼, 他可以骂人当贼, 当然, OK, 他觉得, 上街面有人觉得, 啊, 智,我是贼, 我来了, 应该没有的, OK, 但是, 在那个时代, 虽然说, 实力很重要, 人力很重要, 但是, 民分更重要, OK, 他非常明白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他经常, 他打仗, 打一次战之前, 都一定要去一趟进度, 跟天皇, 跟将军聊天, 给我民分, 大家可能觉得, 直接开打好不好, 直接打好不好, 我要爽, 我要看你怎么打, 但是他说, 不, 我要先拿到民分, 因为, 这样的话, 我整个行为, 才能够得到保证, 而且, 跟所有人做事的时候, 一定要人家先配合他, 他才愿意打, 就算他磨清, 身边的人, 大概也没有跟他有同样异象之后, 他才会不得, 他不急的, 他行动快, 但是他不急, 他会, 找好跟所有人, 都让人家觉得, 听个说, 他让所有人都需要他的时候, 他才, 最后出场, 千呼万唤, 死出来, 这种感觉, 所以他, 弄了这么久, 才去打关东, OK, 另外一方面, 行动立场, 你看, 其实他, 有人计算过, 有人计算过, 千兴他打仗的一个总距离啊, 我们踢足球有那个什么, 那个在场地里面, 总动跑动的那个距离嘛, 对不对, 有人计算过, 千兴应该是那个, 打仗的那个行动距离, 其中一个最大的, 最多的一个武装, 当然, 后来那个, 那个, 寿庭更厉害, 他跑到韩国去了, OK, 但是, 起码在战国时期, 为止的话, 应该说, 他的那个总距离来说, 千兴算是挺厉害, 整个北路地区, 到处跑, 又去关东, 你看, 李老板, 今天去关东出差, 明天又去了那个金泽出差, 后天又去了那个, 湖顶出差, 出差费应该不少, 但他不给你, 他自己给自己爽而已, 这一种的, 不然以为, 他是做好准备之后, 就会去做, 后面, 我们会, 以前有些朋友听到过, 他在清场打了一场, 手取穿, 之战, 也是, 掌握好机会, 发现敌人还没准备好之后, 立即出击, 在敌人没有摸进自己的敌牌之前, 先把对方给干掉, 这个也是, 刚才说到, 打关东的时候, 北朝市他这么惨, 被欺负到人家自己的门前, 都没有办法应付的原因, 他快, 很快, 出得很快, 永远争取主动, 让对手永远被动, 谁曾经败在这个手上, 连信长也败过, 当然信长当时不是在战场里面, 谁呢, 是他手底下一个, 也是很猛的, 叫财田, 盛家, 还有封城收集, 那些人, 准备要跟千金打, 却, 没发现, 原来千金, 已经跑来他们面前, 直接把他们给一个突袭, OK, 这也是, 当然, 这个手取穿之战, 有非常多的水分啊, 有非常多问题, 不管如何, 的确, 枝田家的败仗, 一场非常有名的败仗, 是真实的, OK, 你看, 你看, 连枝田家这样的一些, 猛战如云的, 都输过, 也可以看到, 他在隐匿自己的行动, 不让对方能够采取, 及时的行动这方面, 千千是可以, 这方面, 可能, 套用到现在的目前的经营来说的话, 就是, 你怎么样能够, 不会永远是在敌人对方, 比如说, 去金架, 去金脉, 去那个头架的时候, 你不会让人家知道你的底牌, 要狠的时候, 立刻出去, 拿到那个项目, 我都觉得可以这样的评语, OK, 但是, 他并不会乱来, 这个我觉得他跟四康有一个非常类的地方, 很多人以为, 包括刚才也不少人吐槽他说, 他战战狂, 但是其实他打仗, 并不会乱来, 差不多就跑, 差不多就撤, 不会说要乘乘追击什么样一些, 包括, 刚才, 我说到那个首举川, 他打赢了, 进场那个军队之后, 也没有再, 往上面吵, 啊,我要去跟新场喝个茶, 没有, 都撤退, 因为他知道, 他还是信息关东, 打完了, 把你赶好, 可以了, 都回去, 不然的话, 战线太长, 不好打, 这也是, 后面我们会看到, 其实, 千奇是一个, 不然以为他是一个战战狂徒, 他其实也是一个理财高手, 为什么, 他是一个文账文账的人, 他是一个,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看到, 真的很遗憾, 没有办法能拿到, 找到, 千辛石器的, 那个财政的账本, 但是, 我们知道, 他死的时候, 留了, 几万, 洋王黄金, 几万, 这不是很正常吗, 老师, 他都打来打去的话, 到处去掠夺的话, 不是应该很容易卖钱吗, 对不对, 很正常啊, 但是如果说一个, 试试给你们听的话, 他爸爸的时代, 他哥哥的时代是赤字的, 亏了很多钱, 亏了非常多的钱, 收支不平衡, 每一年都欠钱, 每年都要借款, 他死的时候, 49岁死的时候, 他在他的春日山城, 留了几万年, 几万年, 黄金, 怎么样, 有没有改变你们对他的那个印象, 你可以说他这敌财, 他在这就是掠夺, 但是你看, 如果真的是一个, 他要打这么多的战争, 济南还可以除了钱, 不厉害吗, 不神奇吗, 对不对, 这里也是我们历史学家, 觉得很奇怪一块, 所以很想找到他的战争, 很遗憾, 他不留给我们, 就不知道他能管钱, 但是我们知道, 他把所有的发展, 留给他们, 他伤心的那些的加成, 还有还专门雇了那些, 在财政方面厉害的那些商人, 帮他管这些事情, 物流啊, 帮他做, 他就是打仗, 只要是留给那些的专门的官僚帮他做, 然后, 我们有统计, 发现, 倩庆他留在新县, 他春日三成的日子, 加起来, 他整个医生啊, 加起来不超过三年, 一直在外面跑, 外面出差, 老板一直在外面出差, 不回家, 怎么样, OK, 然后怎么样呢, 不停的, 发信, 发, 写信给你, 给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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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 你的恩情, 你的忠义, 我不会忘记哦, 括号, 在, from, 关东, 这样子, 但是你看, 这样也还能管着, 管到, 这里国, 对吧, 这个国家, 没有崩溃, 他真的崩溃什么, 他死的时候, 突然死的时候, 差点崩盘, 你看, 那个Head Office, 我们说英文, 总部, 不在春日山, 在他, 身体上面, 我就是总部了, OK, 我来管, 然后呢, 经常带的那些官僚, 或者说, 就是带一些的, 使者, 就, 回去, 上那个春日山, 去发信息, 我要这件事能干, 但最好, 最重要的是什么, 钱, 军资, 回来打仗, 这样的感觉, 但是, 有钱可以靠, 还真的有钱, 这样还习惯, OK, 所以说, 依据英道理, 打铁, 还要去, 这是硬, 你要去找云, 去找风云的话, 首先你要资本才行吧, 对吧, 不是一个打游戏时代, 哇塞, 我是一个统帅107的, 所以呢, 我打仗一定会赢, 没有这么简单, 对吧, 没有钱这么可以打, 对吧, 然后, 当时的战争, 并不是说, 给钱故人的, 都是怎么样呢, 军队是农兵嘛, 对不对, 农兵去了之后怎么样呢, 打完仗, 之后, 好了, 开场, 自由开场时间, 开场时间, 就去敌人的那个地方, 现在, 打完仗了, 没什么事情, 今天晚上, 自己嗨, 呃, 厂钱的厂钱, 厂女人, 厂女人, 厂米的厂米, 都, 情, 这样的感觉, 然后, 还会说回来, 厂完了吗, 好, 第二天继续, 打仗, 当时战争是这么的, 一个状态, 到后来才慢慢改好, 但是, 千辛的时代还是这样子, ok, 但是, 他还是有人帮他打仗, 这样才厉害, ok, 而且, 真的是不穷民族物, 他有钱啊, 我有几万人王, 黄金最后, 还没用, 还没用, 留在那个春日山的那个金库里面, 啊, 怎么样, ok, 所以说, 最后, 实现差不多, 最后我觉得, 虽然千辛听起来好像比较少, 但是呢, 千辛我觉得他, 跟四个皮骨一样, 因为, 就是因为他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手上, 不放出来, 自己也管自己来说, 还有些时候还会跟家臣闹脾气, 有朋友听说过, 千辛因为管不住自己家臣, 曾经一度想出家, 离家出走, 累奔, 累奔, 对吧, 累奔, 我不干了, 这么麻烦, 然后, 加成, 劝他回来, 你别这样, 对吧, 没有你, 我们怎么办, 括号, 没有你的话, 我们还要再选一个人, 我们会打死打死的, 别这样搞好不好, 拜托, 这个性子不能这样扯好不好, 然后呢, 又写了一些所谓的性, 劝他回来, 但是这个, 有人说是千辛的戏, 也有人说他是真心厌倦的, 管家臣的事情, 所以后面就发现, 我们在演讲里面发现, 他的左右手, 做那几个, 做那几个, 其他人的话, 就主要帮他打仗, 真的跟着他做官僚, 做管理, 做行政的话, 基本上, 每一个时期, 四个人, 四个人, 每一代, 可能就先死去, 然后再提补, 这样子, 维持一个怎么样, 我只要空着四个人就够了, 四个人, 然后四个人再帮我管下面的人, 这样老板怎么样, 就是说你以后, 你永远要看不到他, 如果你不够高的话, 不够高层的话, 千辛工, 我很仰恶你, 我会借个面, 然后那个office就跟你说, 他在宽东, 他在某某地方, 他在金泽, 没办法见面, 对吧, 大家如果是上班族的话, 什么想去, 有机会见到董事长, 朝圣也好, 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个老板永远不在, 但是要跟他做事实, 但是要管得早, 要可以管理得好, OK, 在这里, 虽然千辛比较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管理人, OK, 跟斯康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最后, 总结的是什么呢, 他们两位, 都并不是一个, 一个开爸爸, 或者一个只是靠一个武力, 来打仗的人, 来管理人, 他们都是一个有共同点, 都是知道,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你看, 黄金留着, 四康捷鉴, 对吧, 都是有准备, 都知道要怎么样管理这个王国, 而且, 在计划里面, 不会只是看眼前的利益, 如果只是, 眼前利益的话, 我不相信千辛能留几万两万黄金, 像当时那个时代, 金山还没有这么挖的这么狠的时候, 那个时代的金山还没有真的挖掘的时候, 能够处了几万两黄金, 我不相信是一个, 从民族或者没有眼前的人能做得到, 我相信, 在座的所有朋友, 不会相信吧, 你老板跟你说, 我每天都去嗨, 每天都去那个地方去吃喝玩乐, 最后他跟你说, 我会最后在我死的时候, 留几万两黄金, 作为公司的基金, 你稍不相信, 稍不相信, 他能的手不能, 可以的, OK, 好了, 有长远蓝图, OK, 千辛虽然他的战线很长, 或者说, 四康只围着观众来打, 但是他们都知道, 那个要做的事情, 不贪, 不会做太多的绵长的事情, 北狼道就北狼道, 关东就关东, 最后两个人就因为交叉在一起, 所以打起来, OK, 最后, 四康因为他省钱, 然后是那个千辛太多战线, 没办法, 专门去跟四康打, 然后呢慢慢慢慢的, 就整个关东, 就落到那个北桃家的天下里面, 直到千辛死了之后, 那当然没办法, OK, 而且, 最后, 他同事虽然这样子也好, 虽然最后, 我觉得, 四康那边是赢了, 因为, 上山没办法真的去完成他, 所谓光伏观众的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他在这两个人, 在那个对战大概二十年里面, 并没有只能顾自己, 他并经常会分析对手的情况, 千辛发现四康跟那个五天同学的时候呢, 要就是说, 不如我们合作一下下, 对吧, 先跟你谈一谈, 我们先不打, 但后来很快, 又翻脸这样的情况, 而四康呢, 又看到, 哎, 千辛你跟信贤又对上了, 我之后不如怎么后面, OK, 千辛最后输给四康的原因, 不是因为四康特别厉害, 是因为四康他找到一个方法, 我跟信贤联手, 敌人的敌人是我朋友, 联手, 把信贤, 把千辛送回, 以后, 你回家吧, 回去, 城归城, 土归土, 回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吧, 慢慢慢慢都把那个, 把千辛重放到慢慢慢慢地赶回去, OK, 四康这方面, 也是可以, 这些方面, 最后, 经常掌握全场大局, 这方面可能最后, 没办法很详细跟大家说, 刚才我们说到千辛的时候知道, 他老老地把自己的那个掌握权都在自己手里, 他从来不会放权给自己的家庭帮助管, 很多事情都要他顾问, 这个我们理解了, 对不对, 四康也是, 当时四康有的时候, 你要去打仗, 去在关东党, 他一定要拿着那个印, 有些朋友可能他能够用虎形的, 一个印, 是一个所谓什么, 行政用的印, 他一直拿着, 跑到哪里都拿, 而且, 非常好的管理, 非常管理, 有的时候什么, 今天哎呀, 忘记带, 忘记带那个印, 然后呢, 就还有一个, 没事, 我有后背的印, 干上去, 然后还说明, 这个后背的印是因为我忘记带的本印, OK, 这方面, 试试看解释, 他在那个, 掌握自己的国家里面, 虽然他是一个人, 但是他在那个, 管理方面, 跟思考, 签锡就不一样什么, 他有养那些官僚, 但这些官僚只是为他服务, 所以不容易, 因为, 整个大脑在他自己手里, 这方面可能某程度上, 跟签锡很类似哦, 但是, 签锡就不一样, 我经常都要跑, 这样出去出差, 我都带着那些四个人, 而试试看呢, 就是说, 我已经加好那个架构, 都在小田园, 小田园办公室, OK, 用印, 用行政官僚的方式, 用印, 来去做那个管理, 而签锡也, 他也用印, 但那个印呢, 很多时候是自己, 揽着签锡的时候, 盖上去, 或者说, 是表示一个信仰, 我盖上去, 用感觉, OK, 两个都是用印, 但是那个, 北条那边是真的有观印, 一个形象的印, 而签锡的话是什么, 我的logo, 我的信仰, 我的那个信仰, 信长, 天下不武嘛, 对不对, 我的话就是一个很长, 我都懒得念, 非常常念的东西, 一个信仰的, 一个佛的名字, 盖上去, 而且, 不是特别的分得清楚, 四个看那些印的话, 都是行政命令, 有的时候那个签锡的话, 有的时候是行政命令, 有的时候是自己, 啊, 今天我不少签了, 干, 但是不论如何, 两个人在不同的领域方面, 都操控着自己的那个领国, 这一方面, 在其他的诸侯里面, 也属于三个小见, 因为其他的还在发展, 很多领国还在发展, 并没有这么的完善, 所以说, 如果大家是一个, 个人能力主义者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牵性比较厉害, 如果你是一个, 大家是一个比较稳当, 比较安全, 觉得要, 所有事情要非常的稳健的话, 可能四康会是你的老板, OK, 今天可能比较简单的说一下, 我也用很多现在的概念, 来跟大家去分享, 但是我想说的是, 最后两个人, 如果概括成两个词的话, 我会把他, 两个人都是一个冷静的, 果断的人, 说白的话, 最后, 你觉得两个, 各位, 觉得这两个的因素, 这两个, 如果大家都认可, 这个是成功的因素之一, 的话, 容易做得到, 现在的领导人, 现在很多的企业的老板, 你觉得他们具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 现在有法规保护你, 你不会突然被人家去抄了家, 当时的话, 不一样, 但是, 是因为这个原因, 更加需要冷静, 更加需要要果断, 该出的时候出, 该退的时候退, 所以说, 乱世很浪漫, 但是乱世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更加, 他们两个人能够, 活到最后, 不会被人家抄了家, 不会被人家灭, 因为, 我觉得, 并不是这么简单, 而且, 也不是说, 简单的, 用现在目前的概念, 就能够概括, 或者用某一个现在目前的企业家, 就能够去比喻的, 因此, 这样的一种, 现代人, 跟古代人的对话里面, 我们学习的时候, 并不是要模仿, 并不是要去让他们附身, 上来吧, 那种感觉, 是学习他的精神, 然后, 在进退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如果签金的话, 可能如果大家是签金粉丝的话, 签金会怎么样, 可能学一下当时的例子, 跟我现在目前的情况差不多, 可能, 就, 还是留一些黄金吧, 对吧, 因为我说, 还是不行, 这个事情不能够抢出头, 还是先守住这个本营, 对吧, 不要乱 监聘, 乱搞商务, 这样子, OK, 好, 至于时间关系, 我这不说, 有点透了十分钟, 不好意思, 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 如果, 剩下来的时间, 是一个, 问到房间, 当然, 包括两位, 朋友的, 问题可以问, 其他的, 可能有些人, 听到一些战末名字, 可能有信息的话, 也应该可以问一下, 请, 那个, 有朋友, 随便问, OK, 我们有大概, 二十分钟时间好像, 大概二十分钟, 最后, 必须得走人, OK, 请,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因为啊, 譬如说,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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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要对着, 大家听不到哦, 呃, 上山, 在那个, 北辽啊, 只是一个在北边, 一个在南边, 然后, 然后, 走一条线, 去挡绣, 挡绒绣, 可是, 后来, 那个, 警政就先通降, 嗯, 然后, 然后, 百万代土地, 可是, 后通降, 那个北辽就被灭掉, 那是代表说, 掌握投降的时机, 是说, 比一些家庭还要来的重点, 啊, 这个, 就, 进退的问题哦, 呃, 应该这样说, 啊, 这个不是他们俩的事情, 他们儿子的事情, OK,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 后面, 为什么, 山山留得住, 北条被灭, 刚才我提到过, 很多的偶然, 很多的运气的问题哦, 山山是因为, 为什么会被收集原谅, 也不知道, 应该说不是原谅, 山山是跟收集合作, 为什么呢, 她在北面, 有一些, 叛变, 那个, 不跟收集合作的, 那些的钱, 支田家的同僚, 然后又, 原本是跟上山打了, 后来, 收集想把那些, 不如顺从自己的那些的前同事, 处理掉, 然后就跟上山说, 不如我们合作吧, 然后, 就联省, 所以说不是投降, 严格严格, 虽然说最后成为的家庭, 但其实是, 嗯, 山山家最后是选择了, 觉得啊, 我在跟收集打, 我还不如, 借助她的那个能力, 把眼前, 一直跟我对打的那个, 前支田家的那个人给干掉, 然后再看吧, 那种感觉, 这有点跟现在可能不一样, 而北条怎么样呢, 北条他不是不想投降, 其实北条跟大家说,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北条知道收集要来的时候, 其实一看就想, 什么时候投降, 想过的, 不然以为他们, 啊, 我是关东百年王国, 我是老扑, 你们这些包包扑的去死吧, 那种感觉, 没有, 没有, 其实北条很快就知道, 这事情要处理, 想过, 真的要想过, 在不停地在谈, 还找了那个, 他的老性家, 德川家康, 帮忙去说个情, 因为那个时候, 家康已经成为了收集的妹夫, 觉得有戏, 可以谈一谈, 但是发现有很多很多问题, 包括什么, 我在一个什么时候, 既不是霸气, 又能够拿取最大的利益, 南投商呢, 这个时机, 可以说, 选的不太好, 而且, 受集说, 我懒得等你, 爱投不投, 不投的话, 都打你, 最后, 阴差阳错之下, 就形成后来, 1590年的非常, 扫天原之战, 有些后面的人说, 北条在这方面, 一而不决, 绝而不醒, 这个是后面的似乎恐惧, 不对, 第一, 很多朋友听到过那个扫天原会议, 对吧, 假的, 没有存在过, 是后面的人, 为了要解释, 为什么一个百年老部, 百年企业, 输给一个报告部, 那时候, 就说, 嗯, 最后那两代的那个领导啊, 在决议的方面, 太烂, 太, 太万浪费, 然后就, 形成了这样的观点, 来去, 脑补这事情,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声明到, 北条一方一直都在缺手这个, 谨慎行事, 慢慢来, 尽可能获取最大的利益, 但这方面有一定点太谨慎, OK, 不知道, 收集是一个比较, 我有, 全天下, 你就一个关东, 对吧, 我跟欠欣, 我跟欠欠不一样, 没有这么大的那个耐心, 耐心等你, 你不来吗, 好, 我干你, 反正我也, 反正我, 本来就想干你了, 你给我机会, 就这样子, 所以说, 我会比较谨慎, 会觉得, 那个是实际选的不对, 而不是, 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实际, OK, 谢谢你的问题, OK, 那刚才, 看看他也觉得什么, OK, 你好, 我想请问老师说, 就是上山见庆, 他在, 他的晚年, 看到枝田庆场之后, 他有一个, 他想, 他也想上落的想法,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传说, 就是他的, 死因, 对, 他就是死在矛盾里面, 啊, 那个, 我想过, 今天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啊, 千奇怎么死的啊, 老师, 我在, 我的粉专里面, 也被问过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鬼, 有鬼, 把他吓死了, 这样子的情况,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他有没有, 曾经想去, 上落真宗的信啊, 我觉得他没有, 他只是不讨, 不喜欢信长, 在那个, 京都里面, 呼呼唤语, 然后有可能还, 因为信长组, 准备往上打, 对吧, 所以说, 千奇你只是想把, 信长赶下去, 等到他处理完, 他的主要, 我刚才又说过, 千奇也是, 不会忘记他自己的, 根本不第一个人, 他的目的在哪里, 是关东, 关东搞定了, 把北条给干掉之后, 哼, 信长也死定了, 没有感觉, 可是, 可是, 在一个, 不论怎么样的一个晚上, 他就死定了, 对, 突然就死了, OK, 至于, 他是死因,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因为太神奇了, 前两天还好好的, 过了一个月之后, 突然就说他死去了, 而且是在一个冬天, 死去, 基本上, 我们现在相信他的死因, 跟他喝了很多酒, 有原因, 有关系, 有可能是那个, 老冲雪, 的问题, 老义雪的问题, 至于说, 他是不是死在毛池里面, 我们不知道, 应该说, 我们连春日山城哪里有毛池, 我们也不知道, OK, 那个, 至于说, 他是被一个他干掉的家臣的冤鬼, 吓到, 他就, 整个故事是说, 他去厕所, 准备把一个裤子拿好的时候, 突然后面有鬼, 哇, 然后就死了, 这也不太可能, 这个, 怪力不可乱神, 但是我们也不太, 我们自己有科学精神的人, 对不对, 这不太好相信, 但是, 应该说, 他是一个挺爱酒的人, OK, 而且是一个, 在冰天雪地的地方长大, 有可能, 加上他, 经常老累, 对吧, 到处跑到处出差, 对吧, 要应酬, 喝酒, 对吧, 有可能这个原因, 最后就老死, 就那叫累死了, 有可能, 他死的时候, 49岁, 在当时的年纪而言, 并不算很年轻, 刚刚好而已, 对吧, 但可以再活更长一点点的那个时间, 但他应该就是, 是累死了, 有可能就是说, 累死, 然后在他住性之下, 就这样轰烈地死去, OK, 没有人知道, 因为, 现在目前他儿子所说的说, 他肚子疼, 然后引发了一个, 呃, 呃, 一个不省人士, 过了几天都死去了, 就这样子, OK, 所以说, 当时有没有很长期的病历, 一个病历卡, 说, 嗯, 呃, 解剖, 呃, 死者, 上山先性, 解剖之后, 他的那个腹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 没有, 反正死去了, OK, 现在有问题, 但这个问题我相信, 我应该被问了第, 快一把吃了吧, 嗯, OK, 没事, 谢谢你, 好, 继续, 有没有问题, 好, 中间的朋友, 先开始吧, OK, 欸, 老师您好, 你好, 我想延续刚才的问题, 就是关于上山先性, 继承的问题, 因为这个答案好像, 在史料上面, 啊, OK, 那根据老师, 您的研究跟推测, 您认为是说, 该让谁继承, 或是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先克服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天性死了之后, 他是没有留在任何遗言, 的情况之下, 死去的, 他当时有三到四个羊子, 然后, 那些羊子说, 诶, 谁来当, 然后, 谁都说, 当我了, 你去死吧, 没有感觉, 就引发了一个真产风波, 哇, 这个可以, 真产风波, 对, 现代版的就是真产风波, 一个真产剧, 然后呢, 有两个最突出的两个儿子, 跑出来, 就打了, 然后说内战, 就是所谓的那个浴管之乱, OK, 最后, 那, 后面那个结果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那究竟, 有没有一个说法, 对谁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人呢, 我的答案是, 没有, 谁都不是, 应该说, 千辛根本没有考虑过, 你有没有想过, 明天我会死吗, 你会这样子吗, 我今天喝了酒, 然后就, 哦, 如果我明天死了怎么办, 你们会这样子吗, 对吧, 有人会相信自己, 明天就, 突然有人会说, 我去酒吧, 明天就死去了, 你好好想想吧, 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去死吧, 对吧, 做我死, 找死了, 对吧, 我估计当时, 应该说, 为什么这么大争议呢, 因为千辛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会这样的突然死去, 然后就, 不明不白的, 都没有留下任何的疑言, 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死去, 所以才有这么大的一个风波在, OK, 而我们一般相信, 他那几个儿子, 娘子, 因为他没有结婚, OK, 而且他身体不太好, 其实千辛身体一直不太好, 真的, 这个很少人知道, 但我们知道, 千辛一直都有胜利, 他身体不太好, 然后呢, 他就打算安排他几个羊子, 可能分, 分, 把那个财产分割, 有可能, OK, 分割不同的那个, 架到里面去, 但是, 我觉得我才49岁, 我还行啊, 虽然有点老了, 我还要去, 而且在千辛死之前, 他最后的一个命令是说, 我明年又要去关东出差了, 你想想, 一个打算明年再去关东嗨的人, 会想着自己要去死吗? 所以说, 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突然死亡之下, 导致这个问题, 因此也并不存在说, 究竟他想谁, 来继承, 究竟会这个原因, 那, 生下来的羊子们就说, 我, 这是我, 对吧, 然后就跟人家说, 我跟你说吧, 有一天, 我的养父, 找我去他的床前, 跟我说, 要给我干, 给我当, 你不是大吧, 对吧, 你是讲过嘛, 因为, 打起来, 就这样子而已, OK, 我这个是应该, 我还有一些的学家, 比较相信的, 一个事情, OK, 谢谢你们问题, 然后, 对, 这位, 刚才有, 你好, 老师好, 那我的问题是, 因为, 从上山到景深, 对阿赫眼川以北的, 那个杨北中的, 掌控一直都很不稳定, 嗯, 那想请问老师说, 老师知道的, 使用里面是, 那个, 上山家对于, 阿赫眼川以北的, 杨北中的, 控制跟掌握是怎样, 这问题很复杂, 又要先克服一下, 不好意思哦, 那个, 现在这位朋友, 他说的那个, 所谓的, 呃, 叫杨北中的地方, 就在这里, 现在的川山市, 呃, 台内市, 比较没有什么名气的地方, 啊, 名气的话就是, 三文鱼, 比较有名, 三文鱼比较有名的地方, ok, 这, 这里, 这一块, 这个角落, 新歇县, 最最最最北面的一个角落, 又, 呃, 很多的小豪族在, 桀骜不损, 啊, 非常的不听话, 经常都想去, 有事情的话就去闹那种的, 感觉, 这一批的人, 经常成为了千辛头疼的存在, 还甚至于, 这里曾经有人跟, 武田信贤, 勾结, 啊, 啊, 这样的情况, 而, 回到你的刚才问题的话呢, 千辛对他们有什么方法啊, 这些解药不顺的人, 这些经常会反派的怎么办啊, 不管他, 上次不管他, 怎么会啊, 都是什么呢, 当时, 里面这个叫阳北中, 阳北这个地区的名字, 阳北是发芽的阳, 北面的北, 或者叫阿赫北, OK, 不管如何, 这个地区的里面, 也不是全部都是反派, 有一些, 伤性, 千辛, 有一些, 有机会的话, 就来了那种的情况, 怎么样呢, 千辛利用这个内讧的机会, 把那些信用他的, 拉过来, 然后呢, 让他们去牵制那些经常不稳定的那些的领主, 把它锁在里面, 锁在里面, 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 你不出来, 我不管你, 对, 把它锁在里面, 不管你, 我们看到很多使人里面, 基本上, 大概教训了那个跟伍田清贤, 勾结过那个叫本庄的一个领主之后, 从此, 基本上, 线性就没有怎么管过那边, 用现在目前概念说的话, 就是什么, 既然, 灭不了, 那就把它锁在一个, 不会威胁我, 管你的, 或者说, 经营的一个, 找到里面, 用日本一定的来说, 创编组, 你自己自身正面吧, 你别管我, 我也不管你, 你别出来, 你别想着, 有出头的余地, 反正都在里面好好跟我活着,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说, 很多人都有, 这个问题也很常见, 因为, 好像没有任何, 留下任何的痕迹, 就是因为千辛也没办法, 因为他们, 这边很多湖泊, 这边很多湖泊, 很多河流, 很麻烦, 打起来很麻烦, 但是, 我的伟业在这里, 我要扩充的地方在那里, 我不能为了你们这些小企业, 少麻烦的那些创编组, 然后废面组, 然后废了我的青春, 对吧,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去, 对吧, 所以说, 把那些麻烦的人, 既然灭不掉, 赶不走, 就锁住, 在里面, 给我在某某某山大厦里面, 某一床里面, 给我打枕, 给我洗厕所, 这种感觉, 所以说, 你可以说,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你不是军神吗, 对吧, 这样的一些小螺螺都搞不定, 还说自己是军神, 骗你, 但是, 你要知道, 当时的领主, 并不是这么容易给上面, 尤其是有地力帮助的领主, OK, 他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帮帮手, 有的时候又很麻烦, 对于牵牵来说, 简直是一个, 就爱恨不得的一种状态, 就说怎么办呢, 那这样呢, 要用的时候把它给挪出来, 没有用的时候把它锁到里面去, 最好, 这样子, 所以说, 我觉得有时候静影, 并没有只有两面, 要不就是面, 要不就是生, 有时候, 能用的时候用, 不能用的时候也尽量避免它, 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牵牵, 我觉得是牵牵他的那个观点哲学, 好, 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还有大概六分钟时间, 哦, 这位, 中间, 你好, 老师你好, 你好, 我的问题想要回到北条, 哦,你好, 那就是, 北条跟就是武田, 后来破继同盟之后啊, 那他北条又回过头去找, 上跟前进结盟嘛, 那甚至把一个儿子送给他当养子, 那有一个就是类似像说法, 一种传说法, 就是他死前, 他还告诫他的儿子北条市政说, 那个千姓不可幸福, 我身后你要回去再跟武田同盟, 那我想问老师就是, 这个说法有没有一些水分, 那还有就是, 他们就是最后又做, 就是做这个决定, 就是再度跟上山就是背弃同盟, 然后再度跟武田同盟, 这个决定那是他们的考量点就是什么, 谢谢, 这问题也是应该这三个家族啊, 经常会这么让人家作弊的原因啊, 胖来胖去, 姐来姐去干嘛去的那种感觉, 嗯, 至于你第一个问题说,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说法说, 四康跟市政说, 我死了之后你就跟那个武田好啊, 然后背去那个上山, 有类似的话, 类似的话, 但是应该说, 那个, 我认为, 说哪一种话, 不是最重要, 而是因为他们两家, 北条跟上山, 并不可能长远的结盟, 他们当时结盟是因为, 武田人兵派突然, 突然打到关东来而已, 然后就要对付这个的突然, 突然来袭的敌人, 后来就发现, 对啊, 我们原本是敌人的, 我们在场, 在场关东的, 对吧, 而且, 斯康死了之后, 施政能不能对付千庆, 这也不好说, 对吧, 然后, 千庆有可能会因为, 斯康不在之后, 又, 对啊, 我是要打关东的, 斯康也不在了, 还不如, 施政又这么小, 还不如, 这种感觉, OK, 很多人觉得, 千庆是一个很重义气的武藏, 这个我不太否认, 我觉得他也是挺有那种情感的人, 但是, 他唯一有一条, 绝对不会因为义气, 而轻易放弃, 关东, 为了打关东, 为了要去完成他的立志任务, 他愿意, 就可能跟北条, 就有一些, 呃, 就是, 暧昧, 对吧, 就是今天逢成作戏的, 啊, 明天就跟你的来一趟, 也是非常可能, 也, 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 关东那些的领主, 对千庆不信任, 后来, 啊, 千庆之所以不能够在关东扎稳那个的根基, 就是因为, 他经常跟北条这样的, 暧昧来, 暧昧去, 导致的那些关东领主说, 你是不是帮我们的, 你是来玩的吧, 你是来耗我们的那个经历的吧, 就这样子, 然后后面就发现, 还不如我这里跟北条打, 就这样一名, OK, 所以说, 他们最后北条, 觉得要跟武田合作, 他觉得武田不可能对观众感兴趣, 因为, 刘川和直田在旁边, 对吧, 而, 关东, 那个上餐, 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来, 因为, 因为打关东台过来的嘛, 对不对, 千金还在了一天, 这个事情不会改变, 对不对, 所以说, 最后北条, 虽然说, 原话不是这样子啊, 但是就是说, 通过那个判断之后, 发现, 敌人, 的本质,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不可能跟他合作, 还不如, 跟一个少威胁一点的对手, 联手去, 堵住, 这个, 这个, 经常来搞麻烦的人, 这个, 我研究的是一个北条家, 他在判断, 事情的本质, 我刚才说到, 里面, 一个非常清晰的部分, 而, 千金就说, 你几难背叛我, 看到, 千金说, 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我们不是联盟去打武田的吗, 为什么突然背叛我, 他好像忘记了, 我说他, 感觉就是, 哎呀, 我的比台给你看到了, 被你, 提前一步, 发现, 其实我, 有些时候, 等到我, 那边跟直田清场, 搞得完之后, 我就会过来那里玩派对哦, 给你发现了, 哎呀, 这样麻烦, 所以说, 北条这方面, 一直以来, 我觉得啊, 我承认千金是一个豪杰, 但是在那个, 判断那个, 实际方面, 我就北条略高一筹, 这方面, 而且也看通了, 那个本质, OK, 百年的老故, 不是该, OK, 而千金就一旦, 这个, 某程度上, 可以说明一个事实, OK, 这是我个人意见而已, 上他们别打我, OK, 好, 你们有问题, 最后还有两分钟, 而已, 好, 请, 你好, 刚刚提到那个, 上山, 他那个, 就是, 突然死亡, 他没有留下遗言, 那, 所以, 那战国很多武将, 所谓死贤, 流香, 辞世, 那, 这, 可信度, 是不是又, 反正好了, 千金, 我们说过了, 千金, 他真的是没有想到自己, 明天就会死去, 对吧, 所以他没有留下任何这个准备, 是可以理解的, 而, 至于很多武将, 他们都会在自己, 病重的时候, 会留下一些的遗言, 这个是, 很多都可以真实, 是真有的, OK, 但有一些, 有多少, 就按照真实史料的发现, 来判断, 所以说, 并不是所有的那些遗言, 那些指示都是假的, 而千金, 那个比较特殊而已, OK, 比如说, 那个, 好像, 心肠这样子, 对吧, 突然被民族观众给干掉, 他们也不可能什么遗言, 那个时候, 经常说那个什么, 日语说那个, 那句话, 无可奈何那句话, 对吧, 也不, 没有人说是他说的, 只是那个, 嘉诚, 他帮人写那个专件的嘉诚, 说, 我听说好像心肠都死了之前, 这样说, 对啊, 你怎么问, 这些就, 真的是没办法, 这些, 在那个, 逻辑上面, 你不在战场, 你不在那个火场的本能词里面, 对吧, 你竟然会听得到, 难道你转到安天, 透进去, 对吧, 不太可能, 对吧, 所以这些, 我们都按照整体的判断而言, 看起来好像不太, 不太, 不太有可能性, 但其他那些的话, 虽然说, 不一定, 会留下一个真实的史料,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否定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只能说, 存疑, 但是也不会放逼他, OK, 所以说很多的家族, 以我们所知道的话, 基本上都会留下遗言, 而且, 不会等到他上市医师之后才留, 在之前, 很早之前, 会写定, 这个也是一个危机管理的问题, 而千金很不巧, 他的脑, 他的身体, 不给他一个机会, OK, 好, 谢谢, 因为刚好, 我一分钟而已, 耶, 我顺利完成任务, OK, 谢谢大家, 今天, 谢谢。 谢谢。